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真的登月了 为此该团队准备向阿波罗17号的降落点 发射两个移动探测器来移探究竟 解决这一千古悬案 这个来自德国的团队名为PT Scientists 他们是争夺谷歌Lunar X Prize 3000万美元大奖的16个团队之一 在这一项竞赛中 每个团队都需要让自己研发的自动驾驶月球车 平稳降落并在月球表面行驶500米 继而将月球的高清图像回传到地球 而首先完成这一任务的团队 将读得2000万美元的奖金 第二名则只有500万美元 不过如果某个团队超额完成任务 如发现水源 长距离行走 或找到阿波罗登月点 就能拿到额外的大奖 在月球车的研发上 PT Scientists找到了德国汽车巨头奥迪帮忙 同时他们还和火箭发射公司 Space Plant Industries达成协议 为自己的探测器预留了位置 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 因此如果阿波罗飞船真的到过那里 就一定有痕迹 如果德国团队能成功 我们就能知道美国是否编制了一个骗局 据悉月球车将降落在 离阿波罗登陆点3到5000米的位置 不过出于保护的目的 最终月球车必须离登陆点200米的位置 遥望美国登月的遗迹 好了本期资讯就到这儿了 更多资讯请关注雷丁科技快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